让我来宣读今天的经文 我先读有三段不同的经文 全部都是取自约翰一书 首先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第十六节 基督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缺乏 却关闭了侧隐的心 上帝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 孩子们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 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 第二段经文就是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二节 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上帝而来 凡有爱的都是由上帝而生 并且认识上帝 没有爱的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猜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 使我们借着他的生命 由此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上帝 而是上帝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赎罪计 这就是爱 亲爱的 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我们若彼此相爱 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满了 还有多一段经文 就是最后一段经文 就是第四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上帝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了 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 爱上帝的也要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 这是神的话语 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现在把时间交给神经牧师 谢谢你 正风 的确让我们来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大家好 早上好 我叫沈俊 我是这个 有很多小朋友在跟我招手 但是他们长得很像我的孩子 所以应该是 跟我是他们的父亲有点关系 我们在一起来 从上帝话语里面 我们来看我们学习之前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相信你的 信靠耶稣基督的 都是从你那里而生的 因此我们归入这个家庭 成为弟兄姊妹 我们恳求你 借着我们今天 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学习什么叫做 在福音的爱里面 去彼此相爱 叫我们晓得 什么叫爱 从而知道 我们应当讲去彼此相爱 这样子祷告 是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再次欢迎一下大家 尤其是第一次来到 我们恩领堂会的朋友 那你来的 可以说正是时候 也是来对的地方 我们恩领是一群 我们从英文教会 出来的弟兄姊妹 那么英文教会的名字 刚才郑峰也介绍过 就是Redemption Hill Church 那么我们之所以要 种植恩领 对不对 带着其实就是 上帝所赐这个意象 是什么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 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那就是为什么 在你们当章上 还有一个标题 写着说 我们要成为什么 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 怎样子 就是彼此接待 拥抱软弱 而且清晰的 传讲福音的教会 那如果是我刚才 所讲的这个标题 这个意象 正在看你心里面 产生共鸣的话 对不对 那你就是来对的地方 因为我们正在寻求 能够跟我们一同 来建立教会的 这个弟兄姊妹 当然你若是 还没有相信耶稣 还没有信靠耶稣 我们也非常欢迎你 因为我们盼望 能够真的是跟你分享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也能够来认识你 那我们一般上 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都是根据一本圣经 圣经中一本书 来逐章逐节 去进行教导 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星期前 我们就看完了加拿太书 那么今天呢 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对 这个新的系列的名字叫做 当我们同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这首儿歌 但是当我们同在一起 但是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性的一个系列 讲到 讲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耶稣不仅仅只是 叫我们个人得救而已 而是叫我们救赎 进入一个群体里面 因为这个群体就是教会 而当教会同在一起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的彼此是个怎么样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 就是来看这些事情 我们会看彼此相爱 我们如何彼此相劝 我们如何能够在主里面 有同一个使命 而且到最后 我们可以彼此和解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讲道系列 那就是因为其实 如果是恩领 真的是要执堂 成为一个教会的话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就 不仅仅是要成为一个 讲道的一个据点 或者是恩领 只是在今天早上十点 或者对有些人来讲说 十点十五分 到十一点半之间 所发生的事情而已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讲到十点十五分的 但是你听得懂了 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对不对 其实不只是在那段时间 对不对 而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而当然影响到 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主题 其实刚才已经在祷告中 在我们后影片上 你也是看到了 就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 我们要讲的是 彼此相爱 所以当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 已经在想了 哎呀彼此相爱 这个题目这么的直接 这么的直白 讲那么多干什么呢 做就行了 不对 不是吗 不过可能有应爱群人 又觉得说 哇 彼此相爱啊 这个是个成语 知意行难 就是知道是很容易的 但是其实做出来 是很难的 对不对 所以不论你是哪一个 是觉得我们就去做就好 还是知意行难的人 对不对 其实我们首先要 先问一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 什么才叫做爱 到底什么才叫做爱 那当然我们现在 所处的社会 有很多的人 会把爱 说为是一种感觉 对不对 是一种感觉 那么如果 因为怎么说呢 当我问你 你爱这个人吗 你爱你的丈夫吗 你爱你的妻子吗 你爱你的家人吗 你怎么知道你爱不爱 如果是你是凭感觉的话 你就会想着说 要是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 对不对 我里面有没有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 要是有一种暖心 温暖心的感觉 这个我就会说 我有爱了 对不对 我有爱了 对不对 我爱 对不对 但是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是不是很靠谱呢 因为我有温暖心的感觉 是不是比较跟我 早上有没有吃早餐有关系呢 对不对 这个都是比较难知道的 因为感觉总是会一直改变的 但同时 就有另外一番放人来说 爱不是感觉 爱主要是什么 是行动 爱是行动 爱是要做出来的 所以尤其是我们 听到别人有 非常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付出很大的行动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特别有爱心 捐了很多钱 给慈善机构 很有爱心 花了很多时间 在这个孤儿院 做义工 很有爱心 对不对 或者是 在周末 在我腾出时间 去照顾弱势群体 对不对 很有爱心 泰国海啸 日本大地震 对不对 有些组织一呼百应 大家成群结队的 去到那边 做义工 帮忙当地的 这个难民 这个很有爱心 所以我们会 从行动来断定 这个人有没有爱心 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我先 我们所讲的爱 其实不是以感觉 或者是以行为 而已去断定的爱 我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基督教的爱 当然我不是在讲 之前那些都不是爱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但是我要讲的是 基督教的爱 就是福音的爱 对吗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是因为 譬如说 在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很著名的一个 这个爱的诗篇里面 他提到什么呢 就算我变卖所有 我去救济穷人 就算我焚烧己身 就为了别人的关系 让我自己燃烧起来了 对不对 却没有爱 这都与我无异 所以可见 在使徒保罗的想法里面来讲 他给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算是做到的那么绝 就算是做到那么大的一个行动 那么举动 对不对 却仍然可以没有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呢 因为至于我们今天经文所看的是 这个爱 其实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要来一同思想 什么叫做彼此相爱 我们讲的是说 我们在上帝的福音里面 我们知道说 因为上帝他真的爱我们 因此我们能够 借着彼此相爱 我们所体现的不是这世上的爱 体现的乃是福音的爱 因为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为我们舍身流血 为我们复生 而这个故事里面的核心 就是爱 当我们去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领受了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爱 我们才能够去彼此相爱 来彰显这个爱是怎样的爱 所以我们来看这时候 要看两方面 我们看两方面 第一是我们要来看 这个相爱的爱心 那就是要我们探讨 什么叫做爱 相爱的爱心 是源自于什么福音的爱 然后第二呢 我们要看什么 相爱的群体 我们在群体里面 我们讲去彼此相爱 来彰显这个福音的爱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 相爱的爱心 是源自于福音的爱 那我们首先要看到 就是我们说基督徒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不但只是要去做这个事情而已 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爱的定义 爱的来源啊 到底是什么 因为 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首先要先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才可以去彼此相爱 去彰显这个福音的爱 而 我不知道你们上面看过这样看 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 使徒约翰或圣经来讲 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 是很高的 因为你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那么说 亲爱的 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就是说圣经 他居然可以叫我们说 要期待我们相爱 是像上帝爱我们一样去爱 就比如说 我要是跟我孩子说 你的PS要一拿 考一百分的话 他开始跟我翻白眼 他在 一方面 我可以说是 我有非常高的要求 对我们现在就这样子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讲到这个要求 非常的大胆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居然可以相信 我们这一帮人 能够彼此相爱 像是神爱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当然要思想的是 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 是这样的爱 对不对 是怎么样的爱 我们先明白这个 我们才知道 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 那么上帝的爱 是什么样的爱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 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那就是什么呢 第七节开始 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 我们要彼此相爱 那 我要说一句话就是 我要说就是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在圣经里面 是完全没有废话的 OK 为什么说圣经没有废话呢 因为圣经里面呢 从来没有提醒你说 亲爱的 你要吃饭 为什么不用说你要吃饭呢 因为我们肚子饿了 要吃饭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尤其是这里讲的彼此相爱 对我们来说 其实不自然 为什么呢 他下一句解释了 因为爱是从上帝而来的 而从上帝而来的爱 是怎么样的爱呢 我们也看到一点 就是爱 它不仅仅是行为 它不仅仅是感觉 但是爱它的确有个特征 它首先呢 是内在的 才体现出来 它首先是在上帝里面的 后来才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第七节告诉我们说 爱是从上帝而来的 爱 上帝自己 才是那爱的源头 后来也产生了 最著名的几句话 对不对 第九节 对吗 对 第八节 会说 没有爱的就不认识上帝 为什么 因为上帝就是爱 God is love 上帝就是爱 在第十六节的时候 要是你实体圣经的话 也看到说 约翰使徒 他又再重复了多一遍 神就是爱 因此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爱它首先 是在里面的 而后来呢 才体现出来的 在爱 在上帝去显明爱以前 上帝本身 就是爱 那是说什么呢 那就是当我们去思想 上帝的爱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以为说 上帝有任何的 一样 在他以外的事情 在强迫他 或是给他压力去爱 上帝并不是 看着周围的世界 说我有这个社会压力 大家看着我 这样去做 所以我要爱给你们看 他没有 他完全是从里面 自发而出了 对不对 上帝是完全没有 任何以外的压力 来让他去爱的 那么我这么说吧 我知道我们当中 喜欢看韩剧人不少 我老婆很快点头了 那么呢 我们也知道 在情侣拍拖的时候 总是会发现 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是只有 不是 不应该讲 不应该讲我了 不过很多的男士 都有领教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拍拖的时候 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对方就会有一个阶段 会经过这个阶段 就是要是你是爱我的话 你就知道 我会想要什么了 你知道我在问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要是你是爱我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要买那件礼物给我的 要是你是爱我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今天想吃什么 你不要问我吃什么 对不对 要是你爱我的话 你就知道说 我应该要 你应该买树花给我 不用我讲的 为什么呢 一旦我讲的时候 对不对 就变成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对你来讲 就是个外在的要求 那你这样爱我的话 就不是发自内心了 明白我在讲什么了没有 OK 我很负责的人可以说 弟兄 这个当然也不止姊妹 弟兄也有这个问题 当然 对不对 那是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寻找这种爱的时候 我很抱歉 你真的寻找的不是人类 在寻找的是上帝 因为只有上帝 才能够是完全 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 而自主地去爱你的 你真正寻找的 乃是上帝本身 但是上帝 祂是一个看透万事 祂能够明白你的心思 祂能够真的是爱你 而且祂爱你是完全发自内心 当然当我们说 上帝爱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侧面 祂说上帝就是爱 对吗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 基督教的上帝 跟其他的宗教的神明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他宗教的神明 可能也相信那独一的上帝 他也可能相信那 创造一切的上帝 但是 他们的上帝是 一位一体的上帝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一位一体的上帝 他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 他到底所爱的对象是谁 因为在创造世界以前 只有他一位而已 对吗 他有爱的对象吗 然而 然而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 不是三个不同神明 是三位一体 只有一个上帝 但是却是三位 那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在永恒里面 彼此相爱 彼此尊容 他们有着 完全的爱的对象 而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并不是需要一个 爱的对象 而是什么 要让他们的 那之间的爱 能够倾倒而出 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能够去 领受他的爱 因为上帝爱 他其实并不是 因为他缺乏爱 而是什么 他要来跟我们 分享他的爱 因为上帝爱 完全是出于 他的完全和自主 那所以就对我们来讲 是有这样的影响 那首先 我们刚才提到说 爱其实并不是行动 爱 也不仅仅是一种感觉 因为我们的感觉 能够随着时间 能够随着环境 能够随着各种的原因 而流失 对不对 因为其实 我还读一个 可以证明 不是感觉的就是 我们刚才说窩心 对不对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若是你很生气 对方的话 对不对 这个其实并不代表 你不爱他 其实你之所以会生气他 是因为你在乎他 爱的其实的反义词 并不是恨 爱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不在乎 是不在乎 所以爱 它并不是行动 它不是用感觉 而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心态 而这个心态 怎么产生呢 可能有听过 这样一个教导说 爱 它并不是感觉 爱 它其实是用选择 在你没有感觉的情况之下 你选择去爱的时候 那就是爱 你在这个点呢 其实有点接近事实 但我觉得它有点不完全 有点不完全 这个第十八世纪的 一个很著名的牧师 叫做Jonathan Edwards 他怎么去解释爱呢 他说爱 是我们的意愿 的强化版 那就是说 OK 我先用英文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will 我们的意愿 的强化版 intensification of the will 为什么呢 这么解释吧 若是你是一个喜欢吃苹果 多过于吃榴莲的人 我知道 对很多人讲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怎么可能吃苹果 多过于喜欢吃榴莲 对吗 但是 你每次在榴莲和苹果之间 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榴莲 你不断地选择榴莲 OK 那么到一个时候的时候 你在选择榴莲的时候 那个选择已经不单单是选择了 对不对 那已经变成是 你对他有一个口味 你对他有一个 你喜好这个东西 你开始爱上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这其实是什么 这个爱已经不仅是选择 它是你的生命的一个部分 这有点像我们父母 对孩子的爱 因为尽管孩子很顽皮 尽管孩子很胡闹 尽管孩子偶尔会脸吵闹 但是我们一直不断选择去爱的时候 对不对 你发现了一点 我们说不明白 他的孩子 就像长大成人之后 对父母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居然父母还能够爱下去 为什么能够爱下去呢 因为他这个爱 已经不再是选择而已了 这个爱已经是什么呢 成为他的一个部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跟上帝不一样 我们完全不能够说 爱是完全自发的 因为爱不是从我们而来 但是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学习着 用上帝的爱去爱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做出这些选择的时候 来着逃造我们的心思的时候 我们慢慢地就会发现到 爱心是从我们里面 发出来到对方里面去的 爱是首先是内在的 才行出来 然后更 这是爱的第一个本质 然后爱的另外一个本质是什么呢 是 这个福音的爱 它是为了不配的人 有那个全方面的投入 不配的人有全方面的投入 跟我一起来看第九到第十节 这里说的是 上帝的爱是怎么样去显明出来的 上面的爱是怎么显明出来呢 第九节 上帝猜他独一的儿子来到世上来 然后我们看第十节 对不对 上帝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赎罪计 这就是爱 所以上帝的爱 这里福音的爱 跟我们一般的爱 是不大一样的爱 我们一般的爱 对不对 都是因为爱的对象 他有这个吸引我的地方 所以我要去爱 最明显的 对不起 一直用这样的比喻 食物 食物的美好 最吸引我去爱他 对不对 所以我就 我就要好吃 所以我超爱吃 对不对 因为晚霞这个风景美丽 所以我超爱 对不对 但是上帝爱我们 跟我们可不可爱 跟我们好不好看 跟我们有没有才能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是有罪的 是我们违背了上帝 但是这是好消息 上帝愿意为我们 这些违背他的人 全方面的投入 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他被拆到这世上来 为我们做赎罪计 那为什么我会说 这是全方面的投入呢 因为上帝的爱 他不仅仅发自内心 他不仅仅是用言语 安慰的话语而已 对不对 上帝他其实有行动 我们说行动不是爱 但他不仅仅是行动 这里面看到行动了 体现出那个爱了 就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 他是父的儿子 他本来自己 就是上帝本身 但是他却成为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而他来做什么 他来活出 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 他接受了 我们应该接受的死亡 他活出了 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 我们思想 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想到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被 钉在十字架上 那几个小时 虽然那几个小时 的确是 他爱最伟大的地方 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 他投入了 三十多年的时间 每一秒 都是为着 他相信 他的人而过 每一秒当中 他都是活出了 我们应当活出的生命 他服侍上帝 他爱他身边的人 所以他的死 当然 本来最该万死的人 应该是我们 但是耶稣基督 反而替我们担当了 我们的罪该万死 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 所以这个福音的爱 它不但是发自内心 才体现出来 它甚至不计较对象的美 或者丑 对象是否配或不配得 这个福音的爱 它有这种全方面的投入 甚至当然是 舍了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我们花了挺多的时间 来思想这些 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来想这些呢 我有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我发现了说 我自己在准备这个之前 我发现了说 我自己本身对爱的观念 有些迷思 我们很容易把爱 简化成 不是感觉 要不然把它简化成行动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福音的爱的时候 我们看到福音的爱 它首先是内在的 后来才体现出来 而且它不计较对象 全方面的投入去爱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不可以这样去简化爱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样去简化爱 把它归于一个感觉 或归于一个行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是简化了 我们自己的爱 我们简化了上帝的爱 过于简化上帝爱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上帝爱的体会 就会减少 那当然就影响到 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 但我们不但对于 我们爱的观念 需要去改变 我们要明白 既然爱并不是从我们而来 既然我们自己的爱 很多时候都是很有缺陷的 所以我们其实要不断地 回到上帝的爱里面 去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在你们圣经里面 对不起 我没有答应 我没有答应在那个同影片上 这里这么写的 我们知道并且深信 上帝是爱我们的 上帝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这么说吧 我们一直要住在上帝的爱里面 我们要不断地去思想 去明白他的爱 好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爱 我想到图画像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 有如是往海洋去 在航行一般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指南针啊 对不对 若是偏差只是一度而已的话 对不对 看起来是非常的小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 行一千公里的话 对不对 他的差距是何等的大 而上帝的爱 就有如是指南针一样 要给我们瞄准 我们生命所应该走的方向 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 去爱他其他人的人 就是跟着我们 对上帝的爱的理解 和住在他里面 是息息相关的 那就是说 我们若不先经历 这个数向的爱 我们其实真的是不能够 活出那横向的爱 这也是就是为什么 这个爱不但是 要从福音的爱 来看到这个相爱的爱心 我们要看到说 相爱的群体 是来体现这个福音的爱 相爱的群体 来体现福音的爱 我们一直翻到 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就是我们现在下半段 我们就一起来思想 我们作为群体 我们要怎样去 彼此相爱 让我来读这一段经文 基督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缺乏 却关闭了侧隐之心 上帝的爱 怎能住在他里面呢 孩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是在言语或舌头上 要以行为和真诚 表现出来 那我们首先刚才看到了 就是说 爱是发自于内心的 对不对 这边其实在讲到 我们之间的爱的时候 他还讲了一个 同样的一个重点 让我们一起来 先看这个经文 就是说 约翰说 我们刚才所思想的 基督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要先明白这个树像的爱 而因此呢 我们就这样子 可以去活出到横向的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 当然也包括姊妹啦 为他们舍命 那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一句的时候 你是什么想 所以就是要把我的命给留下来 的确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舍命 其实在有很多很实际的方面 它是可能体现出来的 因为下一句 它解释了这个舍命的意义 它说什么呢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这个弟兄缺乏 OK 我知道我们现在看到整句了 但是你想想看一下 那时候我要读给你听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缺乏 你会怎么去把下半句给连起来 你会怎么填补下半句的这个空格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最近我一个姊妹说 因为我要劝她做这个身体检查 所以我说如果新加坡身体检查 很贵的话 对不对 这是我的上句 你猜她怎么会想到 我的下半句 怎么讲下去的 她以为我会说的是 我可以帮你负担一些费用 对不对 结果她很失望 因为我下半句是 我可以介绍你一些 在新商和JB的 那个比较便宜 那个比较便宜 同样的 这里说什么呢 这里说 你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你的弟兄有缺乏 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把它填上 那就应该跟他分享你的财物啊 可是他没说这个 他说什么 他说关闭了侧影之心 关闭了侧影之心 这个翻译 其实照着原文 应该是没有侧影那两个字 我也不知道去解释什么叫侧影 那个就是 你们可以学问你们中文老师 但是 其实呢 有个翻译是不错的 那就是什么 是关闭了心肠 把我们的心肠给关闭起来了 那就是我们看到 弟兄有需要 他有缺乏 但是我却将我的心给收起来 我将我的心给刚硬起来 我不把感情投入进去 我把它关闭起来 为什么约翰会说 却把这个心给关闭起来 他却不是说把钱给交出去呢 因为这是最自然的这个解释 这个接下去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重复了几遍 再说多一次 爱是需要什么 从内心而发的 当然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 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里面 我们若是 我们真的比别人富足 我们的确是应该 要与那些比较需要的弟兄姊妹分享 但是我们去分享 在经济上帮助对方的时候 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并不把对方 当作弟兄姊妹来看 我们甚至不把我们的心给交出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帮助这样子 就有限制 就点到为止 但是若是我连我的心 都给交出去的话 那当然就是舍命的一个部分 对吗 所以为什么会很难 因为这个是 把我们的心给交出去 有时候对很多人来讲说 跟把命给交出去 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 以心来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用心去思想 怎么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去计较 是否能够点到为止 我们却不去计较 是否是有一个限制的时候 反而你会发现到一点什么呢 我们去帮助彼此的时候 我们帮助的方式 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 我们怎样思想说 我们想帮助她 是长远地帮助她 而不只是一时的 我们帮助她的同时 我们是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 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情况 才能够深入 而且真正地帮助到对方的 那当然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这个不仅仅只是在 钱财上面的缺乏而已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我们的用心 去认识彼此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说 缺乏是有各个方面的 我们看到有精神上 要是有忧郁的话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不是庄家 但是我们能够去陪伴在左右 我们能够花时间 在跟她在一起 我们看到她孤单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认识她 我们能够去招待 我们看到对方 有属灵上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 当然在钱财上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助 但就如刚才所说的 帮助不是一时 而是什么呀 我们可以有个全方面的考虑 怎么去帮助彼此 因此我们爱的方式 当我们从内心而发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说 怎样可以在属灵上 在财务上 在精神上 在时间上 和在体力上 我们都能够帮助彼此 这也就是为什么 约翰在这里说 我们一旦爱是 从内心而发的时候 我们的爱是全方面的 他提醒我们 我们相爱 这个在第十八节 不要只是什么 在言语或舌头上 而是要在行为和真诚上 表现出来 我们看到爱 爱有三个方面 爱有言语 爱有行动 爱有真理 因为在原文 那个真诚那两个字 翻译成真理 其实是比较正确的 因为我们在什么生活中 我们必然发现到 若是有缺少这些的爱 他是不完全的 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很多人说 我知道我爸爸是爱我的 我知道我爸爸是爱我的 虽然他话不多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勤劳工作 他让我们家里有吃有穿 但是自理行间 我不知道你们意识到 他什么意思 他讲的就是 我爸爸虽然说很爱我 但是我却发现 我很难接近我爸爸 当然也有一种爱 是只有言语而没有行为 对不对 同样的要是父亲 能够在一个片段 我们看得出 父亲跟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似乎是非常容易接近的 但是他却不负责任养家 这样的父亲 看起来是很有爱心 对不对 但是其实是这种自我陶醉 他只想要有孩子的爱戴 但是他却不愿意为孩子付出 所以爱是要全方面 不但只是要言语 不但要行为 而且需要真理 要不然爱跟纵容 是没有分别的 爱不只是我们在 关系融洽里面而已 爱其实是什么 有时候会有冲突 为什么 因为真理的缘故 我需要去对峙你 因为我爱你 但是我却恨恶那个 在你生命里面的罪 我要来帮助你 对不对 所以这些对我们那样 都是挑战的 所以我其实想问大家 一个问题是 若是我们在恩灵里面 我们真的这样子去深入 去认识彼此 去互相帮助的时候 全方面的都有的时候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混乱 会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就是在这种挑战 和混乱当中 在我们越来越接近彼此的当中 我们才一时学习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爱 最后的时候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能第一个问题 想问大家的是 你们爱的对象 是否有选择性 是否有选择性 因为我们刚才所谈的 看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之间 对不对 我们是否有选择性的 跟任何选择性的去建立关系 但是耶稣却是没有选择性的 来爱我们 而就算说我们在拥有的关系里面 我们是否是 有深入到一个地步 我们真的是能够去明白 和了解对方的缺乏 换句话说 我想问的是 有人真的认识你吗 你有 在恩领当中 你有被认识吗 而我们怎样去认识呢 其实可能非常简单的 开始就是认识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些行动 就是上会过后 留下来喝收购的茶点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找一个人交谈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尝试 真的是想去认识他 而且去明白他的故事 真的是 因为耶稣看中你 你在乎你 我们学习怎么去 在乎这个人 或者是 约他们出来 喝杯咖啡 来认识他们 对不对 开放自己的家 招待弟兄姊妹 来做客 认识他们 或者参加小组 来建立关系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 比如说 起初大家可以做的一些步骤 对不对 来 因为没有去建立这个关系 我们就没有彼此相爱的 这个机会 因为神 刚才在我们之前的经文 第四章所说的 祂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祂所生的 我们相信祂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关系之间 是弟兄姊妹 这个不是个称呼而已 我们真的是一家人的话 这个会推动我们 看到说对方 也是被上帝所爱的 而因此呢 我们要去爱他们 当然在这个 深化关系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怎样去 接受帮助 因为我们当中 可能的确有些人 有些缺乏 那我想问的是 你有缺乏的时候 你愿意开口 去求别人的帮助吗 将你自己的缺乏 告诉别人吗 因为这对我们当中 有些人来讲 可能是困难的 因为我们帮助别人 我们总是比较愿意的 多过于被帮助 对不对 但是彼此相爱 总是要双向的 要有被帮助的那一方 也要有帮助的那一方 若是你的噩梦 是麻烦别人 对不对 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话 对不对 那你其实就无法体会到 被爱的感觉 当然自然无法制造 那去爱他人的机会了 因为其实被爱 被帮助是很困难的 真的 因为他要关心我的所有 他要问很多的问题 我必须要将我生命的一些部分 给暴露出来 让他给明白 明白我的需要 那么我们才可以 多方面的被帮助 早年的时候 我曾经有个 跟个弟兄一段谈话 他讲的一句话 真的是深深地提醒我 因为呢 我在跟他说 我为了要找出时间 跟我的老婆给拍拖 我真的是要拜托了 弟兄姊妹来看过我的孩子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 是很麻烦 我这样很不好意思 他讲了一句话说 真的给我提醒他说 教会 基督的肢体 就是这样子运作的 因为就是在我们有缺乏 我们彼此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这样子去 帮助彼此的方式 而最后 我在想 我们当中 包括我自己 我们可能呢 听到了这一大段 讲到爱的时候 我们有着一个爱的 所谓的PTSD 那就是爱过后的 创伤后压力症 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你听到说 上帝呼召我们去彼此相爱 对不对 但是你一听到我这样讲 你感到疲累 你感到灰心 你甚至 可能对这个 彼此相爱的概念 有点怀疑了 因为我就像听到了这些 有关于这个 彼此相爱的事情 对吗 我不能够去期待太多 要不然我会遭到 更多的伤心和失望 我在教会里面混了很久了 我已经知道人是怎样子了 这个我们可以讲 但是我们不可以太过相信爱 因为呢 太过相信爱的话 是不安全的 那我要怎样来劝你呢 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这样子去怀疑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怀疑人的爱 我们就怀疑圣经 我们怀疑神的爱 我们怀疑神的命令 因为就像开始我所说的 神的命令叫我们可以相爱 是像神这样爱我们 所以既然神给我们这个命令 就表示真的是有这个可能 所以若是你对教会失望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感恩 因为若是你真的失望的话 可能就表示你是真正爱过的人 因为只有真正爱过的人 才会懂得什么叫失望 把心交出去的人才会懂得 才会晓得失望 但是我们不要让他失望 把我们引领到怀疑那边去 而是把我们引领到 上帝的面前去哀悼 因为我们看到教会 没有爱心的同时 我们看到说 教会的属灵的情况 我们看到说 这上帝的教会 我们要为教会属灵的状况 而忧伤 而如果你真正去爱的话 很抱歉 我不能够保证你说爱是没有伤痛的 因为若是爱是要把心给交出去的话 我们去爱的时候 其实不能够保证不会受到伤害 不会遭拒绝 因为爱就是要冒着一些受伤的危险 我们把心给交出去了 我们为什么能够去爱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冒着这样的一个危险 能够去冒着被伤害 被拒绝 甚至是把心给交出去 这样去爱呢 那是因为 耶稣他真的是这样子来爱我们的 耶稣怎样爱我们 我们刚才所说 耶稣他道成肉身 他住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耶稣成为了一个 其实有需要的人 他成为一个婴儿 他也需要他的妈妈的帮助 他才能够这样子 得到喂养 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 他肚子饿了 他需要吩咐门徒 去帮他去买食物吃 他在食杂上 他说我渴了 需要人家喂他喝水 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成为那个有需要人 而且不怕说出他的需要 让别人来帮助他的人 而且他没有选择性地去爱 他没有说那些拒绝他的人 对不对 他没有去爱 他只无法爱到他们 但是他却仍然爱他们 甚至是犹大 犹大出卖了他 但是我相信 耶稣爱他的确是 把他的心给交出去了 耶稣尝到了失望 他尝到了伤心 但是这是耶稣爱的付出 他甚至当然愿意 为我们这些 本来拒绝他的人 实在实在上 他的爱是全方面的爱 他以言语 以行为 以真理来爱我们 那我们应该要讲来 爱彼此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母们 恳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思想 耶稣基督 你的爱子 他对我们的爱 适合的残阔高深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确太容易地 把他的爱 看作渺小 或者把他的爱 看作理所当然 以致主我们以为 我们其实爱我们身边的人 但我们却不意识到 我们其实没有爱到 当恳求你帮助我们 在看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主我们并不是灰心 失望而已 而是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来 恳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 因为爱不是从我们来的 爱是从你那里而来的 我们唯有住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才能够去爱彼此 或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恩领 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 彼此相爱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在 彼此认识的时候 我们纵然遇到彼此伤害 让我们从这当中 晓得说 主你替我们受伤 你替我们被精神施加上 你所受的伤 为我们所付出的爱 是何等的伟大 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当中 实行你医治的工作 好让我们真的是不再 在爱里面 哦主我们有失望 但乃是却仍有盼望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名求 是奉主耶稣名求